刚过去的9月20日晚上11点 NVIDIA 英伟大在2022的GTC大会上 正式公布了全新的RTS40系列的显卡 而这次肯定就来给各位整理关于RTS40系显卡的发布内容 各位赶紧系上安全带准备上车来看看这次的视频内容吧 其实今天的NVIDIA GTC大会除了RTS40系列显卡以外 也公布了NVIDIA AI以及NVIDIA Omniverse的相关资讯 不过由于整个GTC大会的视频长达1小时37分钟 因此这次我只把重点放在RTS40系的显卡上 以及对于这次新发布的显卡给出我的观点 看完影片的你如果觉得有用 也别忘了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这次的RTS40系核心代号为Adler Lens NVIDIA称之为第三代RTS核心 采用了TSMC台积电4nm工艺 对RTS40系是直接从三星8nm直接跃进到台积电4nm 单从自成工艺上的提升就能够感知得到 这次RTS40系会有非常大的性能提升了 核心规模拥有761个晶体管数量 以及超过18000个GUDER核心 比起上一代AMPLER核心多出了70% 另外全新的串流多处理器也具有90兆次的浮点运算性能 比起上一代也多出了两倍 再来全新的第三代RT核心也让光线追踪最迅速的 竞能提升到了2-3倍 由于有了这些众多的架构改进 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新的DLSS 3.0技术 除了拥有之前DLSS的放大超彩量技术以外 DLSS 3.0还能够在同分辨率下 通过全新的光流加速器以及游戏引擎动向量 实现了最高达4倍的游戏性能提升 白话一点来说就是DLSS 3.0能够在不进行AI超彩量画面技术下 保留原始分辨率的画质 同时能够提升最多4倍的帧数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技术确实比隔壁的S1 XS和FSR 2.1好太多太多了 但是这边要和各位说个但是 DLSS 3.0与过去的DLSS版本一样 都是需要游戏开发商与Media进行深度的优化配合 才能提供支援 而且这一次的DLSS 3.0是只有RTS40系独占的功能 过去的RTS20和RTS30都是无法使用DLSS 3.0的 果然是皮刀客老黄不得不佩服你的刀法 而在GDC大会也释出了DLSS 3.0在赛博朋克2077上的表现 在开启光追并关闭DLSS功能时的帧数为23帧左右 而打开了DLSS 3.0则能够1月到96帧左右 提升了足足4倍 而另一款游戏微软模拟飞行中 开启了DLSS 3.0也从63帧超出2倍来到130帧 当然这部分也关系到DLSS本身的设定影响与最终的画面差异 但我个人对于DLSS 3.0的实际表现着实非常期待 介绍完RTS40系的核心规模 接着就是实际显卡款式的发布了 这次的GTC大会 Amedia一共是发布了三款RTS40系显卡 分别是RTS4090 24GB RTS4080 16GB 以及RTS4080 12GB 关于这三款显卡的详细规格我就不多介绍了 各位可以参考对比图 不过关于这三款显卡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部分是需要大家特别去注意的 那就是4090的核心代号为AD1102 而两款4080则是AD1103 本质上它们在核心已经是有很大的差别了 并不像过去的3090与3080那样 都是采用相同的GA102核心 只是后者在相同核心下进行一些阉割 因此当时的3090与3080在实际性能表现上的差异 并不特别多 而这一次4090与4080直接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核心规模 这三款之间的性能对比 比较像是过去的3080对比3070Ti和3070那样的存在 因此大家并不能够用过去的90对比80那样的价值 套在这一次4090与4080身上了 当然GTC大会所没释出的性能对比也证实我所说的观点 在传统的观伤化游戏中的对比 4090的性能基本是3090Ti的1.7倍左右 而两款4080明显就弱了不少 4080 12GB甚至还不如3090Ti 唯独在一些新一代的游戏 4080和4090的差距才会被缩小 而最后在日后能够支持DLSS 3.0的游戏中 3090的性能就已经是没法和这三款显卡做对比了 此外我相信各位都非常关心这三款显卡的功耗状况 毕竟在GTC大会上并没有提到这三款显卡的功耗 但是我还是在AMI的官网上找到相关的功耗参考 RTX4090 24GB的功率为450W 支持12加4并外接供电或是传统3层8并的供电 建议使用850W功率以上的电源 RTX4080 16GB的功率为320W 支持12加4并外接供电或是传统3层8并的供电 建议使用750W功率以上的电源 RTX4080 12GB的功率为300W 支持12加4并外接供电或是传统2层8并的供电 建议使用700W功率以上的电源 功耗部分账面上来看似乎并没有传闻那么恐怖 当然最后还是要等待实际使用才能知晓 不过从这三款显卡的功耗状况来看 我认真的觉得4080 12GB真的不配以80来命名 它应该被称为4070或是4070Ti才更加合适 关于售价 RTX4090 24GB为1599美金 于10月12日正式发售 RTX4080 16GB为1199美金 RTX4080 12GB为899美金 两款4080则会在11月份发售 此外这三款显卡对望后的价格我也同意出来 方便给各位做参考 如果说RTX40系的显卡性能正如发布会所说的那样 那么我个人主观的认为 RTX4090 24GB会是这三款显卡中最值得入手的 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性能提升真的太大了 特别是对比RTX4080 12GB 性能近乎翻倍的同时价格却并没有翻倍 有点单是AMD Ryzen 9 5900X那个位 性能足够高但价格还算合理的存在 当然有值得入手的也有最不值得的 那就是RTX4080 12GB 除非是自己游玩的游戏大部分都支持DLSS 3.0 或是这张显卡开卖的时候价格会有所调整 否则就以这个售价来看 我还是更加倾向于目前的30系显卡 不过这或许就是老黄的策略 毕竟据说目前30系的显卡库存还很多 而4080 12GB的存在除了让更多人 也包括我变相的觉得4090 24GB更加值得入手以外 也让不少人觉得还是30系更香 从而继续购买更多库存的30系 能享受这个营销手段的 也就真的只有皮一道克老黄了 最后说了本次三款新型卡 相信其实更多人更加期待的是4070与4060的到来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特别是4080 12GB的定价策略 以及目前30系显卡的库存量 我个人是觉得4070和4060等更加主流的款式 至少要等到明年2月份后才会出炉了 再来由于更换了台积电代工的缘故 4070和4060的定价并不会回到之前30系的定价区间 还记得当时的3080发售价就只有699美金 而现在4080 12GB就直接涨了200美金来到了899美金 以这样的定价来看 我估计到时候4070和4060的定价 大概率会落在599美金和399美金甚至更高一些 性能或许相等于3080和3070 那么大家会愿意等到那个时候以这个价格入手 还是选择如今价格开始滑水的30系显卡呢? 换一个会给出你们的观点 最后的最后也是一个题外话 从我观察到众多厂家的40系非公显卡的体积和重量 别的不说 就这三款40系显卡基本上是告别了小体系机箱了 甚至连主流的中塔机箱恐怕都难以兼容 看来为了40系显卡 我们要顾虑的其实并不是电源功率 而是机箱的兼容性 以上就是本次Amedia GTC 2022大会 关于RTS40系新显卡发布的重点摘要 又或是所谓的狼人包 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 也别吝啬你的点赞和分享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也是鼓励我持续输出优质的影片动力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订阅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获取第一时间通知 对于这次影片有任何看法 也能够留言转发让更多人看到 而当然遇到有趣的留言 我也会试着去回复交流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